大家好,欢迎收看蔡老师粉彩樱花教学 我所需的上色用具是60色Vinus粉彩和48色露南木材笔 首先,用贴纸刮出2-3种浅蓝色调的粉彩在画纸上 接着,用纸巾以打圈圈的方式将浅蓝色粉末涂抹均匀 呈现云朵的形状 把多余的粉末用笔刷轻轻扫走或吹走 避免染到其他颜色 用深褐色和浅褐色的粉彩把樱花树干画出 可用手指轻轻涂抹,使至颜色调和更为均匀 下一步,开始为樱花上色 将最浅的粉红色用贴纸挂出一些粉末 然后用纸巾以打小圈圈的方式将其涂抹均匀 接着,用品红色再挂出一些粉末 涂抹成樱花阴影的部分 由于阴影面积大多在偏低的位置 所以在加深阴影时 就只是一张更暗的粉红色挂在阴影的位置 使效果更加自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樱花大致完成后 可用深褐色粉彩 画上一些枝压 然后可稍微涂抹或添加一些粉红色 制造出枝压隐约从樱花丛中冒出的感觉 用白色粉彩 在樱花树上点上一些高光 用平红色或肥红色 点出樱花的层次感 将颜色对比加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用深绿色把树干 树枝的阴影颜色再加深一些 接着 用深褐色调和青色踩上草地 然后用黄色调和 最后 用深褐色的木材笔 把树枝边线修好 去添加更细的树枝 樱花粉彩席作便完成啦 就没编状了 1个小型 programmes 放上一条 精子 第三个小型 本心情 继续 有这个小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